終究要騎仿賽 為什麼一開始就買仿賽呢 不是成長仿賽 我都沒有想考慮 還是很想要騎騎看公升級的 因為就是一個人生的夢想吧 所以才唸一下上公升級這樣子 就是圓夢嘛 錢再賺就有啦 車子沒了就沒了耶 我覺得我比較像是 下級的女主角 超商妹 我不混車圈的 所以其實我對 嗨 大家好 我是小佳 終於要來拍重機的影片了 在我旁邊這一位呢 就是今天的來賓 他就是上次我買新車的那集影片說到 帶我一起去跑山入門的師傅 但是原本是要介紹他那台600RR 就是他的三台車子 沒想到還沒介紹的時候 他就已經把車買掉了 那沒關係 因為他換了一台 更厲害的一千RRR 對啊 三個R 所以他就是現在的擋車女神 可能是擋車女神太多了 但是我看過這麼多騎擋車的女神 其實很少人像你車子那麼猛的耶 嗯 好像騎這台女神比較少吧 騎600RR的女神好像比較多 對 600 中級日比較多 等等就會再來詳細的介紹他這台車 跟可能他買車的一些故事 我們今天要先出發 因為今天天氣很好 我們要去莫內咖啡 也是一個騎重機滿常去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在台北港 騎過去大概 30分鐘 那我們就出發 你是我永遠過不去的晚 過的無奈 陪你向外拍 Oh 下來的愛 要怎麼害 我忘不出眾 是最後的依賴 這台是一般版的 Triple R 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因為它有 免鑰匙系統 就是T-List 因為我很常弄丟鑰匙 所以我覺得這個功能還滿棒的 那它跟650有什麼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樣的地方應該是騎乘姿勢吧 你有發現我的拔比較緊張 你弄作為不一樣 我600也是這個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650沒有給你一個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很帥 這個 對對對 然後它也有免鋒液 雖然小小的 然後我之後換單座蓋 我把後腳踏拆掉了 沒有要再的 最喜歡排氣管的地方是 你看因為它這邊是菜的 剛買的時候應該沒有顏色 是之後有溫度以後它就會變色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 排氣管這個地方 然後它是原廠管 原廠就配斜管 聲音很好聽 剛牽車沒多久 所以大概就是 裝一些基本的 像 防倒球 然後 引擎 護蓋這些的 車頭的話其實跟600WR差不多 可是它好像比較扁一點 其實我 跨上去的時候我有嚇到 我以為公升級都是那種 很重然後牽起來很磁力 這台完全不會耶 這台我是 快要倒車是還可以救起來的那一種 操作上的話我覺得其實它好像比較寬一點 所以我的腳會比較打開 坐上去的時候 如果是以騎乘的話我覺得這一台 可能是因為輪胎比較大吧 所以我覺得它在過彎的時候都比較穩 它開氣畫面也很高級的感覺 我有降車身 看起來跟你這個差不多 其實它已經降很多了 原本是我 打擋都沒有辦法 還喜歡你 現在就要來 聊聊 阿里買車的故事 是我第一台車嗎 對 第一台車我是騎那個 Kawasaki的650 當時候只是因為就是我的身高 因為我156公分而已 所以我的身高來講的話 那一台車比較踩得到低 原廠的就可以 對原廠就不用這樣做高就可以踩得到低 騎乘什麼的也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因為它跑得還滿 我那時候吹到底才 XXX 真的覺得 雖然已經很快了 但是我 不提倡危險價值啦 只是覺得好像動力沒有達到我心目中的標準 有機會就換了 碰打的600RR 那為什麼後來妳要換成本田換什麼 因為本田的車 比較沒有像YAMAHA的車那種暴力吧 因為那時候我換車的時候 剛好只剩下R6跟600RR 兩台可以選 然後我就是覺得說 600RR的塑膏比較清零 然後 R6的話是比較高 這樣我還要適應那個高度 我怕我之後可能沒有辦法 因為它的高度真的 應該已經算是600是最高的 R6 對 R6是最高 所以我就選了本田 但是本田我也有降啦 因為我也是很害怕我踩包地 然後導車什麼的就是 那殼都很貴 所以妳就換到600RR 對 那妳怎麼沒有考慮做650 650喔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 我就是仿賽魂啊 650是仿賽啊 Kawasaki以後就覺得不行 終究要騎仿賽 為什麼一開始就買仿賽呢 對我就選擇了仿賽的 其他不是純粽仿賽的 我都沒有想考慮 不然我就選擇600RR 然後之後也騎得很順手啊 就是比較不會有適應的問題 可是600RRR還蠻好養的 它最近就比650少了一屆 行照上面是599 所以是600以下 對啊 車子又欠 對 有比較省油嗎 省油沒有 四缸一定比較套油 而且它是有優表的 可以知道說 欸我油剩幾個 可是我現在換的這一台是 1000RRR 它是沒有油格可以看的 所以就是 你只要一出去就是要加油 那妳怎麼找什麼照油呢 我只要一出門就會加油 它沒有油表 沒有油表 可是它會 它會亮一個加油的符號 好奇怪 亮加油燈 你要算自己的油耗 然後騎乘公里數到了的話 你就差不多要找加油燈 好像仿賽 都這樣 都是這樣 那600有嗎 對啊 好像我也不知道 那600為什麼會換到1000 因為 其實本來就想說 600就是我騎一輩子的車 我也沒有要換 啊我又換了那麼可愛的殼 粉紅色的 然後後來就覺得說 不行 因為我還是很想要騎騎看公升級的 因為就是一個人生的夢想吧 人生階段想完成的事情 然後再加上 有遇到這一台車 所以才念一下上公升級 這樣子 那時候我是去桃園的車行看 它是定價91萬 然後我就用我的600RR貼一點錢上來 一點錢 沒殺價哦 它本來是99萬8 然後是陪我去的一個車行老闆 跟對方有談到91萬 不能再低了 你賣車跟買車是不同間點 可是他幫你尋車 對對對 他們就是有在找這一台車 代表Gip Up在台灣的 二手市場 不夠的 對耶 其實那時候也 只有看到幾台而已 再來就是SP了 如果你要新車的話 就只剩下SP了 但是SP真的太貴了 買不起 那買得騎一般版的 一般版也很貴 90幾萬 就跟一台汽車差不多 對啊 可是就是圓夢嘛 錢再賺就有啦 車子沒了就沒了耶 就是你看 之後的車也很難掛牌 也很難進來 而且 其他這台車的女生 台灣很少 不到五位吧 應該保守估計啦 但我不確定有沒有 更多車主 騎到現在 兩台車會有多少 因為騎600啊 應該也蠻壞的吧 我一直都覺得600 在我們台灣的道路上 就已經非常夠用了 動力什麼的 我覺得在台灣沒有 那麼多地方可以騎到 像西濱這種比較長的 直線的封閉道路比較少 1000跟600的差別就是 油 油很貴 有加油 更耗油 對更耗油了 相信一定很油 很多網友 說到山道的猴子 你身為女車友 又會騎兩車 是不是 有蠻多 我覺得我比較像是 下級的女主角 超商妹 我不混車圈的 所以其實我對 八卦什麼的 或是 混入車圈 或是什麼很活躍 其實都沒有耶 我就是很一般的 其實愛騎車 那你交男朋友 有做一定要會騎這種 有 那你就算啦 不是 我很喜歡騎車嘛 瘋狂的時候就是 可以一整天都在騎車 沒有關係 可是我就會希望說 我今天想騎車 那我的另外一半就是 可以 跟我一起騎 他可以坐在你後座啊 不要 不要塞人 我都已經把那個後腳踏拆掉了 你覺得我要塞他嗎 如果你交到一個 不會騎重機的男人 你有交過不會騎重機的男人嗎 沒有 最近這幾任都是會騎重機的 我喜歡跟我興趣相仿的人 車子的部分就 我們就到這邊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話 也可以留言 之後我們應該會拍一些 下方留言 對 不一樣的影片 很配去租別的車啊 因為之後他的車應該也會去保養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養一台豐盛級的車子 期待後面的影片 大家掰掰 嗨 先介紹一下你今天吃什麼好了 今天吃 牛肉千層麵 然後我點的是 早午餐 蠻豐盛的 還有兩杯咖啡